歡迎收看 醫學大聯盟 讓我們為你解決生活大小事 聰明過生活 不知道大家平常都是如何 保護你的 其實只要戴上太陽眼鏡 不只可以幫你抵擋紫外線 還能避免以下這樣的狀況 咪咪 等一下 褲神糕要掉了 謝謝 怎麼了 阿姨 什麼阿姨 褲神糕不是妳要用的 我是美美 妳用眼霜 眼霜 眼霜 什麼眼霜 妳的阿姨 妳阿伯 妳的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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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真的是會背叛你的年齡 各位 在這個大家都戴口罩的時代 真的要靠眼睛來決勝負 因為眼睛不但是我們的靈魂之瘡 更是最容易 科學家已經證實了 我們眼部的肌膚 比其他部位的肌膚 要早衰老 八年 好厲害 所以 我們要如何逆靈 看起來不顯老 今天就要讓專家來告訴大家 還有就是 如果對於我們今天的節目內容 有任何的疑問 歡迎上 《影學大聯盟》粉絲頁留言 我們會提供給大家 更完整的健康資訊 最重要的是 今天的優勝隊 我可以把精美好禮帶回家 嗨 嗨 早前介紹兩位來賓 別給我做對的國賢哥 謝金穎 美題道對的 亞蘭姐 唐芝琳 介紹今天的醫師專家群 記者科醫師張士恆醫師 大家好 皮膚科醫師胡怡萱醫師 嗨 大家好 醫美簡重科醫師李坤達醫師 大家好 有沒有像剛剛那樣的短劇 真實發生在生活中的案例 敢講 你還笑 國賢哥 你自己眼睛都夾了 兩隻差勁了 還有 五條 像剛剛那樣 不要亂講 其實是真的 我這話真的被人家講過 怎麼樣 講什麼 就是講說我眼睛看起來 就是要叫我去 抹那個東西 或者去打東西 保養一下 叫我好好保養 因為他們說我這樣一笑 現在看起來像 阿伯 對 我就說你才好生日 妳說妳叫阿嬤 阿伯 像我們長期拍戲 然後你在補妝的時候 他常常就在你的眼周 一直這樣來回 很用力 有的人還很用力 有時候你會想說 天啊 可不可以來就好 不要再回了 就是你這樣來回 其實真的會有那種 細小的細紋 真的很容易 然後像我就是前一陣子 就很常被這樣補妝 然後我就讓大家看一下這個照片 你是補妝還是補土 補妝 妳要確認化妝是拿去煮完妝 我跟妳說真的越不越厚 對 補妝 然後我已經是素顏的狀態了 但是還是會有這種細小的細紋 在我的眼周 我上妝之後更慘 因為上妝之後就開始卡粉 然後它就會卡在這個 就很可怕 很討厭 看起來就是就嫌老了 為什麼 我們今天要請教一下 專業的皮膚科醫師 為什麼眼睛是最容易 泄露年齡的 甚至會被人家叫阿姨阿伯 這類 因為我們眼周的肌膚真的特別地薄 對 是我們臉部皮膚最薄的地方 它只有0.05毫米 這麼薄 而且我們眼睛又每天都要眨眼 對 負責我們眨眼的眼輪眨眼 它動作非常地迅速 平均統計下來 我們一天眨眼的次數 可能高達 1萬到2萬4 它好累 所以如果換算成走路的話 我們一天就相當於走了8公里 我眼睛走8公里 所以今天開始盡量不要打眼睛 可以走8公里 滿厲害的 對 而且一周的話 就相當於跑了一場 全程的馬拉松這樣子 所以它的這樣一直 頻繁地這樣運動下來 就會導致說我們眼周 更容易有膠原蛋白的流失 所以就會特別容易顯老 好 馬上進行我們的 白人民調搶答題 請問 哪些情況會害我們的眼周 提早 放起來 放起來 誰要放起來 白人民調做前五名 又有哪些呢 請問 漂亮 漂亮 讚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現在人的通病 什麼 就是 因為大家都說 真的不能夠長時間地滑手機 然後你的眼周很容易 會因為你這樣一直看 導致你的眼周的肌肉 它會一直這樣撐著 真的 容易就會老化 所以應該是 這麼說的話 妳講這個 我可以證明 怎麼樣 因為我媽就是這樣 你知道我媽跟我爸 每天都在有機 對 媽嚇了水 從這樣子 你媽媽不是這樣 所以你知道 真的 我媽本來看起來像60幾 她這樣 最近玩手機完成這樣子的時候 看起來像那個眼周 感覺那個眼睛好像有好幾圈 看起來像80幾 我說你別再玩手機了 真的 好的 過度使用3C產品 這個答案有沒有上 好 剛請答案 眼部的活動量太大了 真的 來 我們請到胡醫師 其實現在真的 3C產品非常地盛行 就是從電腦 手機 平板 所以就很容易產生 這種所謂的 對 就是這樣 我們近距離使用3C產品之後 導致說我們眼睛會容易 而且我們在近距離 看東西的時候 眼內肌也就是所謂的結撞肌 會一直用力地收縮 這樣收縮久了之後 它其實很容易疲勞 然後會覺得說 血液循環也容易變差 容易脹脹痛痛地不舒服 看近的時候就覺得 奇怪 對焦好像不太上 對 不太上 對 而且現在很多人的工作型態 白天上班的時候 就已經是用電腦 已經好 已經是近距離了 然後下班要做什麼 還不放過它 對 一定要追劇 什麼錄劇 什麼台劇 韓劇 要看一些妹妹的直播 很辛苦 很辛苦 不是我 抱歉 馬伯伯 不要把你私下的生活說出來 但是我可以 而且這些3C產品 除了近距離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 它有 藍光 藍光輻射下來 就是我們眼周的肌膚 會更容易老化 是 沒錯 你這樣打 好厲害 果然 心理人反應也很快 阿穎覺得很厲害 很強 我有一個 來 就是 因為其實我以前 不保養的 我以前真的很懶 我覺得 還好吧 就是也不一定要塗塗摸摸 那麼多東西 對 然後我就發現 沒有保養真的有差 因為你沒保養 你去到拍戲的現場 他就會說 你今天眼睛有點難遮 好直接 你不要看你們保養 我們去參加同學會 像我們有在保養的 我看我同學 以前班上最帥的 我現在看起來 都像我爺爺一樣 太帥了 真的 你沒有在保養 真的 他們都在保養 可怕 來 所以你們的答案是 不保養 藍座 藍座 事實上只有藍女人 真的 沒有勞募 沒有衝 不保養的 藍女人 有沒有上榜 高手答對 來 請到江醫師 我們的眼周的皮膚 大概是這樣子 它有一個 它有皮膚層 可是皮膚層是很薄的 下面幾乎沒有脂肪 所以你如果不保養的話 譬如說一些 自由基 紫外線 或者一些荷爾蒙的影響 或是不保濕的話 接著它就開始老化 老化兩個最常見的問題 第一個是 第二個就是所謂的 眼角下 就會凹下去 淚溝 淚溝我簡單講 淚溝其實就是 眼袋下面的那一條溝 對 緊挨著我們的眼袋 如果說你又不保養的話 這樣下面的組織繼續萎縮的話 淚溝就跑出來了 淚溝跟眼袋是緊挨在一起的 等於就淚溝出來的話 自然就會讓眼袋明顯 就是說出現一個問題 兩個問題突然跑出來 對 眼袋算是臥蠶嗎 不是 不一樣吧 上下的故事 人家的雞腸 我只問問題 你也要發起了 人家的雞腸幹嘛 很多爺爺 奶奶的眼袋 都會掉到這裡來 這是真的 而且我覺得 女生真的要保養 對 這是很重要 妳有沒有不保 妳有沒有好好保養過嗎 我跟著我女兒一起 妳知道我女兒很 小的時候就很愛保養 妳跟女兒一起 跟女兒跟媽媽一起 妳知道我們工作很多 所以會懶惰 所以我就會懶得保養 可是我從我女兒身上 學到保養 我女兒現在快要18歲了 然後她從大概16歲就開始 每天常常敷面膜 然後擦眼霜 然後擦乳液 化妝水 每一個都不含口 所以她上妝的時候 整個皮膚是零毛孔 所以我就覺得 天啊 怎麼會這麼神奇 就是說我們眼周 最容易出現兩個問題 眼角為什麼會下垂呢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地心引力的影響 讓你上眼皮的脂肪往側邊去移動 它就容易把它壓下去 對 第二個 我們的臉部的肌肉 其實有分往上體跟往下拉 當你年紀越來越大 或是說 因為一些外在因素 讓皮膚老化的話 往上體的肌肉會比較弱 對 所以說會讓你的眼角比較往下垂 所以提早保養很重要 淚溝跟眼角下垂 是眼睛旁邊的皮膚 兩個最大的問題 是最危險的地方 沒錯 危險 淚溝跟眼角下垂 對 很重要 又是很重要的事情 妳在跟我才是不一樣的 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欣賞的 事實證明 淚溝跟眼角下垂 完全不會影響到暗鳴的怎麼樣 YES YES 老當運裝 這個 我跟你講 我覺得 好好講沒關係 有些人他那個臉 看起來 因為以前有些人他不是臉看起來 就一直 不是 出油 拍戲前要先吸油 就容易出油 出油的人我覺得 反而比較不容易 所以有皺紋 那種皮膚比較乾的人 因為常常你看他皮膚很乾燥的 通常你就看他那個小細膚 特別地多 缺水 就顯老 缺水 缺水 缺油 對 所以像我看 我不死的我都會補充一些油脂 在臉上 例如是 妳知道什麼 看不出來是不是 看不出來 什麼油 妳是一條 香腸吃一吃 對啊 趕快 我一條 我就會 我媽媽在煮菜 她都用豬油 我都會弄一點點來 稍微抹一下 果然是豬油 好可怕 皮膚乾燥 乾旱 缺油 缺水 缺油 缺水 對 好 有沒有蒜 缺水 高評答對 來 佛醫師 其實我們眼周的肌膚 跟我們臉部肌膚不太一樣 它結構不太一樣 它比較沒有皮脂線 比較不會出油 而且也比較沒有汗線 對 那你如果沒有皮脂線 分泌油脂的話 那你水分就更容易流失 所以我們眼周是真的是 非常容易乾燥的一個地方 然後當我們皮膚乾燥的時候 就是剛 跟國賢哥觀察的狀況是一樣的 乾燥的人容易有細紋 一開始之後可能輕微地眼周細紋 等到嚴重 你發現眼角 有開始三條跑出來的 就是所謂的魚尾紋 對 我覺得真是假 其實這裡有一個真實的案例 他好像是講的嗎 沒有 沒有圖片 他在這裡有真實案例 我在魚尾紋是因為我釣魚 釣太胸釣出來的 你知道嗎 沒有 沒有 就是很喜歡出海 我跟著他認識了好多漁民 每一個漁民都是爆多漁尾紋 真的 因為現在曬太陽 對 然後那個船長 有時候我跟他聊一聊 我都以為他是五 六十歲的 就一聊 年紀比我小這樣子 那也太扯了吧 那麼多漁尾 我跟你講 真的 我也有一次 我去海釣 我去那邊跳跳 因為我們就喜歡跟船長聊天 我們聊一聊 船長看起來想說 比我們年紀大 我說 船長 現在幾歲 我現在 十五歲了 我跟阿伯一樣 十五歲 我跟妳講 真的 海風這樣吹 我們這樣吹一下 吹海風加曬太陽 我覺得真的是很遜 真的很可怕 曬一天要保養一個月才好可怕 不一定回得來 真的 請搶答 對 好可怕 好可怕 恭喜 我的答案非常肯定 就是 對 剛剛有講一道 因為不做防曬 妳就會去摧毀它 對 然後 就像那些漁夫 你看它們可能都沒有在做防曬 所以它可能 太陽紫外線曬一下 對 所以那就更早破壞它 不做防護 又去見太陽公公 這個答案有沒有 上棒 謝謝大家 來 我們請 李坤 哪一區 黑眼圈的成員 我這邊把它歸結一下 大概就是 本層色素型跟血管型 陽光的照射 我們當然就屬於色素型 陽光照射之後 黑色素會聚集 然後我們黑眼圈 就是我們眼下的這個部分 可能就會因為這樣子 因為乾燥的關係 刺激的關係 然後它就會產生一些 黑色素沉澱 咖啡色的斑之類的 對 血管性的黑色素 大概就跟我們 譬如說我們鼻塞 過敏比較有關係 眼下的血管它就會擴張 那一擴張之後 當然就會看起來暗沉 但還有另外一部分是先天的 對 我這邊再來補充一下 剛剛國賢哥講的 其實 我們在年輕的時候的 所謂的臥蠶 就會是老年後的眼袋 現在還方塊囂張就對了 我們的眼窩的部分 你把它看成像一個填桶一樣 我們前面的填桶的地方 其實一開始 我們年輕的時候 皮膚繃滿緊的 比較不會有脂肪 但是填桶的後面 一大堆脂肪跟小的血管 所以當我們年紀越大的時候 我們的骨頭會被侵蝕 我們的骨頭會往後退 所以會凹 後面的脂肪是不是就會 被推到前面 對 推到前面來 我們前面擋住的屏蔽 被突破之後 它就產生眼袋 剛剛張醫師有說 我們的肌肉有分 往上提跟往下拉 就是互為結抗作用 這個結抗作用之下 你每天眨眼睛 它有點像 我們好像在擠牙膏一樣 幫我們把脂肪 慢慢往前往前往前擠 所以眼袋就是脂肪 往前往下掉的結構 那很簡單 我們要像國賢哥一樣 保持這麼年輕 動靈的臉的話 OK了 我們就把脂肪往上往後推 就可以了 好不好 OK了 好 簡單講就是 要怎麼推 要怎麼推 你一直說的話 在這邊一定要鄭重地 跟國賢哥道個歉 國賢哥對不起 原來那個 以前也是我掌握的 不會 沒事 OK了 對不起 其實國賢哥從 紅愛河時太武 從學到國賢哥成長 其實他真的是很動靈的 其實我們應該要跟國賢哥學習 學習 謝謝醫師 你看 以後我就把你的信拿掉 我直接叫你 OK嗎 我要分享一個 就是我在之前去澎湖玩的時候 然後因為我們都知道去潛水 我們不能化妝 也不要塗防曬 就保護海洋 然後那一天我就想說 好 就整個打素顏去 然後早上5點就要出發 我到了現場之後 他們說 不好意思 今天風浪太大 我們沒辦法下水 然後我想說 那要幹嘛呢 他說我們待會兒會帶你們 到陸地上的一些岸邊走走 我都沒有擦防曬 我就劍子 我就去了 然後就開始大太陽超大 然後我想說完了 然後我就這樣一整天 我就跟那個導遊說 我想要提前先走 然後他說不行 我們這個行程到晚上 然後還要小吊什麼這樣 包山包海 我真的不行了 我真的要提前先走 然後他就說你怎麼了 沒有 沒防曬 我現在覺得我眼睛很痛 因為那個光好強 好刺眼 然後你反射在你的海上 然後再折射到你的臉上 然後你在陸地上也是地 都全部是白的 我真的不知道我哪裡可以躲 然後我回到那個房間的時候 我去看鏡子 我發現 我這裡怎麼紅紅的這樣子 因為這邊肌肉 非常的薄 這邊皮膚太薄了 所以我這邊全部都紅紅的 我想說好 那來擦一下東西 超痛 就是有那種 馬上濁傷的感覺 已經晒傷了 對 所以我真的覺得說 一定要做好防曬 那一天真的是失策 超慘 傻妞 你 傻妞 怎麼會沒有帶著防曬油那裡 真的 我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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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就好酷 也沒那麼少 我覺得 太厲害了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壓力的來源 妳說搶它是壓力的來源 沒錯 是 沒錯 沒有 我是說 壓力也會導致我們 就是眼睛看起來 會老化 壓力 對 壓力的來源 為什麼 就是你可能睡不好 然後你起來 總是會覺得說 睡不好才會有黑眼圈 對 連帶關係 連帶視覺 睡不好 所以有熊貓眼 沒有睡好覺就會有 所以我覺得應該 壓力大 然後睡不好 有點道理 這個答案也有沒有上訪 恭喜答對 演出黑練 來 請到張醫師 一般來說 年紀一變大 引起的黑眼圈 通常是屬於所謂的 結構型 我問大家 你有沒有曾經用望遠鏡 看過月亮 有 或者是說看網路上的照片 就是月亮的那個鏡照 有 大家都知道月亮上 有坑坑洞洞的 對 通常坑 就是有坑洞的地方 是什麼顏色的 黑的 比較黑 對 比較深 也就是比較凹陷的地方 看起來顏色就會比較深 深 大部分的黑眼圈是這麼來的 也就是說因為 皮下的結構萎縮掉了 所以它比較凹陷進去 對 凹陷進去的時候 就變黑了這樣子 是 其他兩個比較主要的原因 就是一個是所謂的色素性 色素性當然就是說 發生在那種 眼睛周圍皮膚 因為一些刺激 造成皮膚炎之後的色素沉澱 另外一個 有一種人也常會黑眼圈 就是過敏性鼻炎 對 長期 一直在吸鼻涕 這一類就叫所謂的血管性 因為它過敏性鼻炎 讓附近的血管沖血 所以它造成的黑眼圈 是屬於所謂的血管性 所以 結構性 色素性跟黑 跟血管性 大部分還是結構性的 對 如果以壓力大來說的話 我自己是個人有經驗 真的 我剛出道的時候 好多年前了 那個時候有一陣子我憂鬱症 還滿嚴重的 真的 然後最大的影響就是睡不著 我去找醫生開 他已經給我開很強的安眠藥 安眠藥 我吃完以後 大概睡著一個小時 就醒過來 變了 然後就一直滿腦子負面念頭 就是沒辦法睡覺 可是第二天要拍戲 我每天 那陣子每天都在嘎戲 後來就像菁瑩說 你知道化妝還會卡妝 就卡身 本來就已經有一點點那個 後來我那一陣子 大概這樣失眠了一個多月之後 我發現下面大概七 八條細紋 一堆細紋 就是我從來沒有看過我自己那樣子 天啊 滿恐怖的 對 要過了好一段時間保養 就是比較心情調適回來 正常睡眠以後 大概好幾個月才能修復 我自己個人的分享是 我覺得我以前 太早睡也會嗎 太早睡 明天睡24小時的人 5點睡 沒有 太早了 太陽公公出來才睡 對 我都是太陽公公 要出來了 我才睡覺 然後我有發現 就是眼周的紋路變得比較多 然後比較黑 太平了 妳等於沒睡 對 很平 然後大概就是睡到10點多 11點 我就又醒了 對 所以我覺得 睡不好也是真的 影響會很大 先讓睡是最不好的 妳這樣睡前面 以中醫來說 妳一定要養嬰 一定要在晚上的時候睡覺 我現在有提早一點點 大概兩點 真的提早的 沒關係 總是要慢慢進步的 慢慢進步 至少開始努力改進 對 好的 我們百人民調的答案都出來了 哪些狀況會讓你眼周提早老化呢 過度使用3C 現在每個人都有中標 壓力山大睡不好 不做防護器曬太陽 缺水缺油 不保養 大家一定要筆記起來 好好的 不要再讓這些狀況發生了 好 我們現在開放現場諮詢時間 有沒有人有問題 想要請教我們專家 我要掛 這也太大了吧 好大一個 之前我在網路上看到一個傳言 很多人這麼說 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 就是好多人說會用 泡過的茶包 然後拿來敷眼睛 有 我也看過 有聽過 敷個15分鐘 不知道茶的種類有沒有差別 什麼 然後就是說這樣就可以 改善黑眼圈 消除皺紋 這是真的嗎 其實熱敷的話真的可以幫助 血液循環 然後幫助消腫 然後消除黑眼圈 可是真的不太建議大家用茶包 所以我常會跟大家講 就是你拿來吃的東西 不要直接敷在我們肌膚上 所以即使說那個成分 可能是我們萃取出來 例如說像茶鹼 的確會有比較修煉的成分 可是你直接敷茶包的話 其實是很NG的 而且網路上還常謠傳說 不管是敷紅茶包 綠茶包 然後還有人敷什麼 小黃瓜 馬鈴薯片 對 因為人家用小黃瓜 很多韓劇裡面也這樣演 對 然後還塗一些奇奇怪怪的藥膏 什麼痔瘡藥膏 西瓜吃完一定要把你的眼抹一抹 好可怕 我媽真的這樣子 我媽裝這個 她說不要浪費 真的 假的不行 其實我們保養品裡面是 的確是有萃取一些成分 但是我們直接敷食物 是很不OK的 如果說你敷錯的話 反而造成皮膚過敏 我們皮膚過敏會怎麼樣 會發炎 發炎之後 馬上留下更嚴重的暗沉 然後甚至之前有人過敏得 很厲害的還會 這麼嚴重 這個簡單要恭喜 美迪隊隊得到了20分 20分 可以跟我說拜託說 超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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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都不想要提早被叫 阿姨阿伯 大家都想要擁有一雙 美麗的電影 所以一定要好好保養我們的眼周 讓她不暗沉 眉細紋 打造一雙少女漫畫的眼睛 不再是夢想 當然節目當中還有更多的 健康 美麗資訊要跟大家分享 一定要持續鎖定 一雪大聯盟 我們下次見 謝謝 謝謝掌聲 謝謝 謝謝 謝謝